兄弟们兄弟们今天搞了个好东西 非常缺乎啊 老款的城市放开比较新的什么机两天以内的最强平板 为什么说他最强 这是2017款的抛拢10.5吨的 是网膜的原原材显示屏 四个独个扬声器 超新相机 支持手写笔 看一下来 特别是个屏幕 原材显示是网膜屏 有高刷120克的高刷 打游戏的话一根也不卡 非常流畅 看这速度 这个的话可以说是比2021款ipad 还有强很多 各方面的综合体现 除了出口器的话 稍微低一点的嘛 用起来还是一点都不卡的 看下橙色来 今天的话咱们就拿了这么五个啊 因为最近手机是没货 咱们只能拿个平板 看下橙色都还可以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伤 看下来 95星的话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 wifi版本64斤内存的 一般的话上网课看视频打游戏都是不够了 怪了ipad的抛到 你来就去用ipad 你根本都用不了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120赫兹的高刷 视网膜显示屏 超强相机 一个也不卡 非常ok 看下来 这款的话虽然说是2019的 现在的话 一带是不过时的 信用的话还是够用的 刚刚的 那种情况比较老的话 就怕什么 就怕他这个屏幕老化和电池老化 不过咱们这些选的话都是带90以上的电池 屏幕的话也是没有老化的 看一下 没有泛黄一周 没有泛黄 没有坏脸 所以界面的话也没有彩脸 说明这个屏幕是完美的 电池的话也是没有完好的一个状态 使用起来的话 信用最起码是不受影响的 不过你有一个2k的预算 你是不是选择一个2021款的ipad 还能选择一个17款的polo呢 发表一下你们这看我打来评论区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